电信业者策略性领头跨国AI公司 共获得台币6.6亿元资金 加速AI研发创新 深层式AI解决企业需求是不可逆趋势 过去我们可能硬体非常强 那我们希望在深层式AI时代 台湾有一些新创可以发挥到更多的数据力 全球发展AI过程中 台湾高科技产业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也是世界首波受惠于AI的国家 PC产业为基础创造出设备需求 过去曾担任Google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的简历峰 一方面看好 另一方面也看出隐忧 我想这个深层式AI带来一个台湾绝佳的机会 这个机会当然也让台积电到了全世界舞台 它现在不是只是台湾的台积电 也是世界台积电 但是因为台积电成长非常非常快速 它已经在我们相 它的市值相等我们的GDP了 所以我们也要思考说 在台积电之外 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兴产业 可以在这样一个半导体优势之下 让台湾长期来讲降低风险 他认为台积电市值占台股市超过30% 更等于台湾一年GDP 这让台湾被列为世界最危险国家的危险因素 因为高度集中在单一产业与公司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国家 当它单一的公司单一的产业 增加GDP跟股市那么重要 那么大的比例 它本身就是个风险 那企业要有风险意识 国家也要有风险意识 这是肯定的 短期内来看AI半导体晶片高科技产业的蓬勃 当然是好事 但因为产业都有循环 必须思考它的危机可能性 它占制造产值将近是两成 那它对这个出口也占台湾将近四成 然后它的贸易顺差占台湾的总顺差 接近台湾的总顺差 所以其实是有点高度的集中 所以当然第一个风险就是 包括如果说将来地缘政治 像美国如果有些地缘政治也会有风险 第二个是AI的应用 会带动一些新的一些替代性的效果 台积电入列世界十大市值公司 AI时代真正的21世纪石油是数据 半导体是过程 重要的是如何把半导体衔接数据结合起来 AI第三波就会带动各行各业 叫产业AI化 所以产业可能AI会用到 你说金融 保险 零售 汽车电池 各行各业是会制造 无人机是会农业灌溉 所以这里面就像怎么样 台湾善用AI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就比较不会去所谓的空洞化 或集中在某些特别的产业 发展AI的过程 美国在创新 扩散 应用三大指标都领先 但台湾在应用创新指标相对差 虽然我们在制造方面很强 但是在某一些供应链 我们可能在最前端 还有最最中端 我们还是比较弱一些 最前端就是研究跟创新的这些活动 那因为产业结构的一些特性 那我们在这部分 可能稍微弱一点 但是那个我们台湾其实也是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都是跟国际第一流的厂商 在搭配 在合作 替他们去做制造 那他们要把这个产品的制造方法告诉我们 我们才有办法去制造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合作 得到很多先进的技术 我们其实是透过这种合作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那最终端的部分就是 产品的行销品牌的维持 那这部分可能也是台湾相对比较弱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NVIDIA现在最近的发展 台湾可以扮演一个全世界真正的AI Foundry 就是全世界的AI铸造厂 那这不只是半导体铸造厂 它开始是AI 那就可以结合软体跟硬体 那可能台湾过去软体比较薄弱这件事情 可能会在这个AI时代里头 让台湾更大的机会 AI和半导体两者互相依赖 两个产业呈现螺旋式上涨态势 除了硬体外 台湾若能多点创新 更能让自己立足不败之地 TVBS新闻 陈尔强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